这是一个星际之门 只要穿过它中间的虫洞 就能到达某个遥远的星球 那里黄沙遍地 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928年 一个考古队伍在埃及金字塔附近 挖出了一个圆形的石碑和一个巨大的圆环 而圆环下面还埋藏着一个奇怪的生物化石 很明显它们并不属于地球 而通过对圆环成分的检测 也证实了这一猜想 石碑上刻了很多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外星符号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没人能够破解 这天研究院的负责人凯琳来到小帅的讲座 他听说小帅是象形文字的专家 对其形成的历史有很深的研究 并且还怀疑金字塔的建造者并非第四王朝 因此凯琳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讲座结束后凯琳找到小帅 并把研究院的事情告诉了他 小帅一听想也没想直接同意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他要向诗人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第二天凯琳带他来到基地 正巧碰到专家在翻译时背上的文字 小帅看了一眼 发现全是错的 直接上手帮忙改正 写出了正确的翻译 让凯琳肯定了他的能力 就在这时 杰克上校走了过来 随即向众人宣布 从今天起 这里将由他负责 说完转身离开 凯琳见状直接跟了上去 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才是项目的负责人 杰克并没有向他解释 而是直接说了 怕你失败 弄得凯琳一脸无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小帅查阅了各种资料 成功翻译了外围石碑上的文字 但中间那块圆形石碑上的文字 跟周围的文字并不相通 所以一直破解不了 却在他准备放弃时 猛然看到了报纸上的地图坐标 于是他将报纸上的坐标图案 与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图案进行对比 发现它们一模一样 原来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并不是文字 而是星系坐标的图案 小帅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众人 众人很是惊讶 毕竟这些专家们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都没能破解这个难题 随后小帅告诉他们 整个石碑就是一个星系坐标图 它上面的七个点 描述了通往一个目的地的路线 而这七个点就是七个星系坐标 但目前它只找到了六个点 还有一个没有找到 听到这里 上校让手下打开密室 星际之门就这样出现在小帅的眼前 通过监视器显示的画面 小帅突然明白了 第七个点就是星际之门所处的原点 随着一个个坐标的输入 星际之门开始运转 整个基地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当最后一个坐标输入完成时 星际之门内赫然出现了一层水墓 上校健壮立马派出探测器 想要获取水墓后的信息 探测器进去后 电脑上显示它的坐标在快速移动 短短几十秒就到达了银河系中的某个星球 这时水墓突然消失 探测器也失去了信号 根据探测器传来的画面 他们确定星际之门就是通往另一个星球的出入口 为了弄清楚星际之门的秘密 军方组建了一支探索小队 深入其中进行调查 小帅知道后主动请因 跟他们一同前往 临行前 凯琳给了他一条项链 当时发现星际之门时 凯琳就在现场 而项链是在星际之门旁边捡到的 他希望项链能保佑小帅平安归来 准备完毕后 星际之门再次被打开 他们陆续走了进去 进去后 他们的身体被分解成数个分子 快速地在涌道中前进 直到到达终点 身体才恢复成原来的形态 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队员们有些紧张 他们交错前进 直到出来后才发现 星际之门的另一个出口 竟然是在一座金字塔内 而周围是无尽的沙漠 随后他们开始安营扎寨 分析周围的环境 就在大家忙碌时 杰克偷偷跑到金字塔内 安装了一个爆炸装置 一旦发生意外 他将摧毁金字塔 保护地球的安全 与此同时 补充能量的小帅 突然发现了一排硕大的脚印 他追着脚印的足迹 一路向前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他没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 结果惊了动物 动物将小帅半岛 一路带进了沙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小帅晕了过去 动物件状好心地把它填醒 等杰克等人赶到时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不远处的山坡上 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挖掘石矿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一些工人发现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上前打招呼 发现对方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这时一个工人看到了小帅的项链 念了一句太阳之眼 众人听到后纷纷跪倒在地 士兵用探测器检测了一下 他们挖掘的矿石 发现与星际之门的材质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他们的组长赶了过来 见到小帅等人 组长的态度非常虔诚 但由于语言不同 两方无法交流 组长让人给他们滴了水 作为回报 小帅给组长送了巧克力 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组长非常兴奋 随即邀请他们到部落做客 为了弄清楚这群人的身份 小帅等人跟着他们回到了部落 到了部落才发现 小帅项链上的图案 跟他们的组灰一模一样 他们误以为小帅等人是神灵现世 因此对他们如此尊敬 随着一声号角响起 大家躁动了起来 并迅速关闭了大门 原来是沙尘暴来了 沙尘的袭击阻断了他们的通讯设备 无奈他们决定留下过夜 而另一边营地的士兵苦不堪言 沙尘暴摧毁了他们的帐篷 没办法 他们只能跑到金字塔里避难 到了晚上 士兵们正在休息 地面突然晃动了起来 一艘飞船缓缓地降落 将金字塔笼罩了起来 士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分头行动 四处查探 结果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全部被狗头人打晕带走 而此时部落里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 小帅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组长给他们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吃完饭后 小帅想向组长打听关于这个星球的知识 结果刚开口就被一群人直接带走 他们把小帅带到房间 随后送来了一个美人 看着美人在眼前宽衣解带 小帅慌了 赶紧把他推了出去 结果发现组长一群人站在门前 他们以为小帅不满意 吓得直接跪了下来 小帅见状只好假装满意 搂着美人回到屋内 小帅向美人介绍了自己 然后在地上划出了金字塔的图案 美人看了一眼后 带着小帅来到一个密室 在这里 小帅发现了星际之门的秘密 几千年前 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 从正在毁灭的行星上逃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身体开始衰老 为了延续生命 他不断地在银河系探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地球 然后发现只要寄生在人类体内 他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于是他霸占了一个年轻人的身体 而且利用这个身体成为了人类的统治者 称自己为太阳神 随后他创造了星际之门 并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这里 让他们帮他开采矿石 因为这种矿石可以让他获得永恒的生命 但后来地球上发生了变故 人们起义造反 而星际之门就此被埋藏在地下 为了防止后人知道真相 太阳神摧毁了所有相关的数集 知道真相后 小帅把杰克等人叫了过来 告诉了他们星际之门的秘密 并在最里面的墙上 找到了六个返回去的星系坐标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小帅等人就启程返回营地 等他们到达营地后 发现此时的金字塔被一个飞船笼罩 为了寻找其余的士兵 杰克想都没想就带着他们冲了进去 结果刚进去没两分钟 就受到了敌人的袭击 见敌人实力太强 杰克带着小帅来到之前放置炸弹的地方 想要摧毁这里 结果打开盒子一看 炸弹没了 这时头顶的门忽然打开 几个狗头人来到他们的面前 知道对方实力强悍 两人放弃了抵抗 之后被狗头人带到了大殿 随着内门缓缓打开 一个穿着铠甲的男人 被簇拥着走了出来 他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 男人坐下后 手下的小兵 把杰克安装的炸弹抬了上来 原来是他们拿走了炸弹 随后男人抬了下手指 狗头人们纷纷把面具收了起来 露出了跟普通人一样的面孔 看着太阳神收起了面具 众人纷纷跪了下来 杰克趁此机会发起反抗 小帅为了保护他被炮弹击中 而他最终也被小兵打晕 丢进了水牢 看着小帅脖子上的项链 太阳神知道 他们一定接触了部落里的人 于是派战机袭击了部落 在炮弹的攻击下 部落里的人死伤惨重 而原本死掉的小帅 从棺材里醒了过来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在太阳神的寝宫 于是好奇地问 自己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又活了过来 太阳神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而是告诉他 他准备将炸弹的威力提升百倍 然后丢回地球 亲手毁掉人类世界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杀了杰克等人 为自己树立威严 而且要小帅亲自动手 不然他就杀光部落里的人 可太阳神不知道的是 在他威胁小帅的期间 部落里的人已经转变了观念 决定起兵造反 第二天在太阳神的号召下 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到达了现场 当小帅拿着武器 向杰克等人靠近时 男孩拿出镜子向小帅疯狂暗示 小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武器打开的瞬间 他转身对向太阳神 与此同时 部落里的成员拿出武器 一时间现场乱成一团 小帅等人则趁乱逃走 顺利回到部落 救回小帅他们 男孩很是开心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 他在墙上刻下了特殊的符号 小帅走近一看 发现那就是第七个星系的坐标 虽然找全了回去的坐标 但杰克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潜在的危险还没有解除 炸弹在太阳神手里 如果他真的利用炸弹摧毁地球 那他们将会是千古罪人 想要回去 必须先消灭太阳神这个隐患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先是唤醒众人的反抗意识 然后假装送矿石的工人 偷偷潜入金字塔内 来个里因外合 结果没想到的是 在行动中 太阳神直接命人关闭了金字塔 外援进不来 他们只能靠自己 解决了几个小兵后 杰克来到星际之门前 看到了自己的炸弹 他将炸弹组合起来 启动了计时器 七分钟后 炸弹将会爆炸 这时敌人闯了进来 一枪击中了美人 直接送他领了盒饭 为了救美人 小帅带他来到太阳神的寝宫 想用那口棺材复活他 中途一切都很顺利 但在回去的途中 不小心被太阳神抓到 只见太阳神一把 按住了小帅的头 想用身上的神力 摧毁小帅的大脑 与此同时 杰克跟太阳神的爱将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后 杰克渐渐占了上风 爱将见情况不对 直接召唤了传送阵 结果却成了让他送命的武器 而小帅这时 也一把拽下了太阳神的项链 然后躺进传送阵里 顺利逃过一劫 奴隶造反 爱将惨死 太阳神见大势已去 选择逃离这个星球 这边杰克想要关闭炸弹 结果发现炸弹被太阳神 做了手脚 无法暂停 关键时刻 美人醒了过来 二人寻生望去 正巧看到了尸体上的开关 于是他们启动了传送阵 将炸弹送到了太阳神身边 随着剧烈的爆炸 太阳神从此消失在世间 太阳神消失 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此获得了自由 影片最后 星际之门再次被打开 杰克带着众人返回地球 而小帅则为了美人留了下来 带着这个星球的众人 重建新的家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